11月2日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 南宋黃城遺址 鳳凰山角路東面 突然出現大量軍車 運輸坦克等裝備 氣氛詭異 但不少網友卻認為 兩棲戰車大張旗鼓的招搖過市 似乎是故意營造戰爭氣氛 有網友稱 中共是在家人面前擺弄大刀 連帆布也不蓋了 嚇唬誰呢 上墳燒報紙 真需要調兵的時候 就會是夜裡了 還有網友認為 中共近期營造戰爭氛圍 發放戰備救難包 鼓勵百姓儲存物資 軍隊調來調去 其目的是轉移國內外輿論視線 有網友的評論相當直白 認為習某某是聲東擊西 真正目標是炮打政治局 不是臺灣 如果你說什麼 鬧著不斷 融中指頭 發瘍實在寫著 主導師家中指定 鞅 不是臺灣的衣動物資格 像犯主 發瘍實性格 tenth移動物資格 勝利是相當常出現的 不屬於日常 所以